有一位出氧水爪兰的男友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发信息问我 他说近日的秋季了 想要给它猪花 猪芽 不知道给它补什么肥好呢 其实是比较的简单的 首先一就是这种磷酸二金甲 磷酸芽铁 给它使用是比较好的 可以促进根系的生长 促进花苞的快速打开开放 首先说一下这个磷酸二金甲 磷酸二金甲的作用是这样的 它可以直到抗导福 抗亡叶 抗尾年 还有促进根系的生长 还有增加叶片的油力度 促进花苞的快速开放 也可以促进叶片的快速抽出的 所以使用这种磷酸二金甲 给它猪芽猪花是比较好的 使用的话 咱们每15天给它浇灌一次就可以了 也可以按照里面的说明配比 给它浇灌是可以的 因为你所栽种的本栽的大小 是不一样的 使用的量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按照里面的配比 说明给它浇灌 另外就说一下这个磷酸亚铁了 磷酸亚铁的话 它是可以补充铁元素的 也避免这个极株的黄叶脱落枯萎的现象的 所以使用磷酸亚铁的话 也是起到很好的作用的 它作为一种浇灌的方式 给它浇灌就可以了 就是刚才说了 按照这个说明的配比 给它浇灌也是比较好的 因为你所栽的本栽 大小也是不一样的 刚才已经给大家说过一片了 所以进入这个秋季 蟹酸亚铁 是该给它触花触芽的时候了 好了 今天主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 进入这个秋季给蟹酸亚触芽触花 好了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